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北京时间3月3日,NBA常规赛,黄蜂对决骑士,小托马斯,迎来了加盟黄蜂后的首秀。 整场比赛,他是一投四中,拿到了10分5篮板,3助攻,1抢断。 值得一提的是,第三节最后时刻,他136秒,连得了7分,队友为他疯狂欢呼。 凭借在发展联盟疯狂的表现,小托马斯,再度获得了NBA抛来的橄榄枝。 在发展联盟代表大级刘金快队,参加的三场比赛中,小托马斯,疯狂爆发,首场比赛,他就轰下了45分,3篮板5助攻,第二场比赛,他又拿到了33分,7助攻3篮板。 第三场比赛,他上场38分中,25投13中,3分17投9中,狂轰416分,创造赛季新高,外加7助攻5篮板。 这样的表现,引来了黄蜂的注意,最近,遭遇两连败,排名下滑到东部地时的黄蜂,急需补充得分手,小托马斯,得到了机会,跟球队,签下了一份10天短合同。 在跟黄蜂签约之后,小托马斯很激动,赛前,谈到自己黄蜂首秀,他表示,我的工作,就是做好自己,如果教练叫到我的名字,我就是上场,把球投进篮筐。 赛前投篮热身,小托马斯,也是得到了全队的欢迎,主帅和队友,都过来,跟他拥抱打招呼,欢迎他的加入。 第一节,还剩1分59秒,小托马斯替补上场,一上来,他就连续送出助攻,助攻。